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情原本就是你情我愿的关系 结果之上的摩羯座把人性和感情看得太透彻了 要么就是互相帮助的关系 利益的互换才是感情平衡的本质 如果真的动了情就不能有任何的目的 但是呢这和功利并不冲突 通过互相利用来发现对方还不错的摩羯 才会产生感情 这个过程是漫长的 通过自己的观察和两个人的共同经历 摩羯座才会有安全感 和摩羯谈恋爱呢 刚开始就像是一场交易 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不动声色的谈起了感情 长期相处下来 摩羯座就会发现对方有多吸引人 但是摩羯座有时候也会故意带刺 故意不讨人喜欢 他这样做呢 就是为了逼走那些有一点动心的人 因为他需要的是一个完全喜欢自己的人 骄傲的摩羯座会想 我的世界一般人是不能尽到 我给了你机会 你不珍惜 那就吻吧 这样子的摩羯座呢 就是对你动心了 摩羯座会把自己的臭脾气 也展示给对方看 如果这点小脾气都容忍不了 那感情还怎么经历风风雨雨呢 但是摩羯座不会把这些 一一的都说出来 自己的内心攒够失望 就会悄悄的离开 可能有些人会觉得 这样的摩羯座太自私 太无情了 其实他只是觉得 为什么要把自己好的一面 展示给不懂他的人看呢 如果你看摩羯座不顺眼的话 就请离他远一点 你们中间是没有任何误会的 优优独播剧场 sites 优独播剧场 drin Neil